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ポ卡ポ卡故事村 我是村长ポ卡 在这个节目里 我将跟大家分享 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ポ卡村长的故事时间 以及YouTube频道 ポ卡ポ卡故事村 iPhone用户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听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哦 哈喽 大家这两周过得如何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村长想先跟大家说 下下周的节目将是 许多朋友都期待的 村长信箱 那本次的真见呢 直到5月15号为止哦 欢迎您将想对村长 或是村民们说的话 问的问题 借由村长信箱传达给我们哦 那要怎么参与村长信箱呢 只要你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 又或是私讯留言给我们 村长呢 就会在村长信箱 念出你的留言哦 期待你们的来信 接着要来说说 关于这集的故事 不知不觉 已经进入了五月份 一年也就快要过了一半咯 那大家还记得 自己在今年的年初 许下了哪些新年目标吗 不知道 你的这些新年目标 进行得如何呢 那今天的故事 一起来听听 小河童的新年目标 进行得怎么样吧 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 今天的日记是 五月七日 蓝天白云 今天 我看了墙上的月历 诶 已经五月了吗 也就代表 今年 已经快要过了一半了 我将我的日记 往前翻 看到了一月时 我为今年定下的目标 第一 要持续写日记 嗯 这个我确实有做到 第二 学习滑雪 哼哼 现在 雪几乎都融化了 看来 只能等到冬天了 第三 练习跑步 哦 虽然 有好几次 我都想出去跑步 但 总有好多事情 让我分心 所以我 所以我总是想着 嗯 之后吧 结果 就这样过了 四个多月 来到了五月 我还是 什么都没有做 而最后一项 出国旅行 嗯 这个嘛 只能等到 暑假 再执行了吧 看来看去 只有第三项 练习跑步 比较有可能 现在达到 看了一下 今天的天气 啊 今天 竟然是 好天气 哦 为什么 我会这么说呢 正因为是好天气 我就没有借口 不练习跑步了 虽然 我还是可以告诉自己 嗯 之后再练习吧 但 我心中的声音 会责备 这样又想要偷懒的自己 好好好 我去练习就是了 我 我先在家门前 做了 简单的 暖身运动后 就准备出发了 啊 啊 结果 才没跑多久 我就喘得 上气 不接 下气 而且 还满头大汗 哎呦喂啊 刚好 前面就是 杰西家 不如看看 杰西 在不在家 说不定 可以去他家 休息一下 打开门的 真实太好了 毕竟擅长跑步的杰西 一定 一定有一些 关于跑步的 诀窗 吧 全身痠痛 第二 呼吸是跑步时 最重要的事情 跑步时 可以参考 杰西提供的 呼吸方式 调整呼吸 也就是 吸吸吐吐 吸吸吐吐 杰西再三叮咛我 千万不可以憋气 否则 很容易就喘不过气来 第三 不要想着跑得快 重要的是 维持稳定的速度 慢慢前进着 毕竟 每次跑步时 我都担心 自己跑得太慢 所以 总是想着 要加快脚步 但汪汪 很快就累了 接下来 杰西带着我 一起从她的家 往学校的方向 跑去 这段路 之前光是用走的 我都会 我都会气喘吁吁 一直到最近 比较习惯 现在 要用慢跑前往 我真的可以吗 神奇的是 按照杰西提供的方法 我的脚步 开始轻松了起来 呼吸 也变得 更顺畅 一路上 银卫一直提醒自己要 吸 吸 吐吐 吸 吸 吐吐 我也没时间想 像是 啊 学校好远啊 诶 学校还没有到吗 哦 我好累啊 之类的事情 这种 专注 做着 某一件事情的感觉 真的很好 而且 我们就这样 不知不觉地 到了学校 流汗过后的我们 躺在草地上 看着天空的白云 有着无比的舒畅感 以及 完成一个目标的成就感 而就在此时 杰西对我说 不如 接下来 我们每天 都跑步去上学吧 听完了 今天的故事之后呢 村长也要赶快去看看 自己 今年许下了哪些 新年目标 该赶紧着手实行才好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 村长信箱 真见钟 收信直到 5月15号为止哦 那么 如果你喜欢小合同 欢迎到各大网络数店购买 小合同成长系列绘本 一共三册 同时 也欢迎您 用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村庄发展 又或是定期定额 赞助我们 成为村庄的一份子哦 那么 Polka 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周再见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不要忘了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你也可以订阅 我们的Podcast节目 Polka 村长的故事时间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